前面就是小试衣庄了 哦 它都是在室内的 我以为在室外的呢 它是一个C级精神 我刚才听得上了 这么多灰 哈喽 你好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本系的小试衣庄了 这个地方之前我本来不想来的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像温和泳那种了 小吃集合的那种 嗯 它是4A级景区 总店还是 这个地方好像还要买盲票了 4A级景区啊 它不是让你家进去吃饭吗 哦 30块钱 30块钱啊 我得想一想吧 不想来买盲 来都来了 它是一个可以让你逛的一个地方 顺便吃个饭 这个票在里面吃饭可以抵消吗 我们已经进来了 我们先去找地方吃饭吧 肚子饿了 这些红顿鱼为什么是绕圈转的 红顿鱼还是鱼 红顿鱼吧 这边上 看什么全鱼呢 对啊 有引力 那个位置 我们这里像半酒席一样的 应该吃团餐的 人还挺多的 我感觉这个地方是旅游团带来的 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种 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种 所以我们决定走了 太无聊了 我们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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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回市区吧 回市区吃饭 饭也不想在这里吃了 上山落水 取一杯天上的水 再看一眼我们走了 前辈你要不要去喂个鱼吧 也算没白来 摆合鱼石 有一个说白是走疗地 我觉得这个地方无聊的 整个龙下车帮忙龙下车 就要找路了 就很没气氧 对 就是你每看到每一栋屋子 包括那些石头 都是假的 咱们留下朋友 前辈 难得这么受欢迎啊 你能不能多喂一点 那个几颗几颗的 打发谁呢你 鱼鹿军的 他们为什么转圈啊 我要破坏他们的平衡 你把一整一整盒都倒进去看看 什么效果 有头床的那个鱼 什么鱼啊 中华鱼 都倒下去 嗯 这也是出口了 我们进去吧 赶紧回市区吃饭 我们不在里面吃的 虽然浪费了60块钱的餐 但是我怕不好吃了 就是浪费更多的吃 及时及时 如果有小吃的话可以吃一点 小吃它不算的里面 它要去店里面点餐 刷马点餐才算的是吧 嗯 我们又溜的回市区吃麻辣烫 你要吃哪一个 我都可以 你点 我今天想吃点主食 嗯 等一下点个玉米 看我看一个视频 今天加了一个玉米 一小只玉米加了3块30块钱 那我不理 哦 它这个荤子醋的价格是一样的是吧 嗯 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麻辣烫已经上了 前辈 我觉得这里的沾量麻辣烫 价格是我们哪里的100 嗯 嗯 嗯 对 比这个稍微大一点87块钱 嗯 这里真的东北物价确实还是蛮低的 嗯 尤其是东北那种小地方呢 就是一些 不知名的一些地基市或者一些县城 真的物价好低啊 嗯 嗯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量 我们拿着两个人的量 27块钱 我真不敢想想 我们麻辣烫吃完了 然后去对面的肯德基买了两杯咖啡 前辈用什么大网卡还是大神卡买的 两杯10块钱 我们现在去那个本环公路了 那边的肯德基又不好 没事 你这个人不好就不好呗 买了一兜子 这个袋子实在太好看了 买了4个菠萝卜 感觉新鲜出炉的热热的 里面是巧克力味的 你应该爱吃你 喝一个咖啡 嗯 买三送一 能放几天这个 这个很快吃完了很小一个 我最重要的是我想去买这个呢 冰山熔岩的 去了三次 今天终于买到 今晚又买了一个东京香蕉 这个我没吃过 吃吃看 像一本书 猪啊 很有文化的鸭子 这个就是上次吃过的 这个 不好吃这个 不行 好 我们走了 出发了 好开心啊 买甜品真的使人开心